下次不會 距離你上次多久而已 停車場內便依員警逮到一名車手 一看又是他氣的當場還罵 再給你一次機會 是嗎 上次跟你講那麼多 穿著帽T的男子向警方請求 再給一次機會 並同時表示不會再犯 但警方也絲毫不讓步 因為這不是他第一次犯案 放什麼東西 這什麼東西 連續兩次都是抓到同一人 而且都是被派出所同一名員警抓到 因此對他相當熟悉 才放出來一天馬上又犯案 事件發生1號早上10點左右 胡興車手在彰化縣田尾鄉民生路一斷 以假投資來詐騙理性男子30萬元 警方趁其交易時打人 但其實胡興嫌犯早在7月29號 在彰化縣自強路上 跟另一名核信被害人交易20萬元 被當場抓包 7月30號才剛交保 隔了一天馬上又出來犯案 兩名冤警殺眼 三天內抓兩次氣的 跟罵小孩一樣罵人 怎麼抓都抓不怕啊 以假投資詐騙另一名被害人 面交新台幣30萬元 又遭圓領分局領錯拍所 統一圓警查獲 並查獲身上攜帶投資公司收據 及工作證工作手機等相關證物 這名胡興車手年僅21歲 年紀相當親全寧願當詐騙集團車手 才剛被以詐欺及洗錢防治法移送法辦 交保後再度犯案被統一為圓警抓獲 由於連續犯案不知悔改 胡興嫌犯也被彰化地檢署擠壓禁見 東森新聞陳友毅 王府安 廖林軒 彰化報導